在中国近代史上,有一位收复过川西和藏地共计近150万平方公里广阔土地的民族英雄,但是他却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被遗忘的民族英雄,他就是晚清最后的名将,同时也是晚清最悲惨的民族英雄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赵家是清末民初时期一个历史地位显赫的名门望族,他的家族在晚清时期拥有三名近视,其中包括大哥赵尔镇,二哥赵尔逊以及弟弟赵尔翠,这一家族以精明能干,清正廉洁而著称。 算得上清朝末期官场上的清流,尽管赵尔峰自己在科举考试中多次落榜,成为全家学业最差的一员,但家人为了让他进入官场,采取了内捐为官的方式。 这种卖官欲绝的做法在清代相当常见,赵尔峰得到了上司山西巡抚西良的赏识,并开始了他的官员生涯。 赵尔峰的官员生涯起步并不顺利,但他在1903年跟随西良来到了四川,开始了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,1905年。 康藏地区爆发了一场叛乱,赵尔峰以粗暴的方式镇压了叛乱,开始了对西康吐司和寺庙的改革。 为了巩固成果,清政府成立了川巅编特别行政区,赵尔峰担任川巅编务大臣,继续在这一地区领导各项改革工作。 他的改革措施包括推动农业试验、税务调整、奖励工商业、发展工业、建设邮政设施等。 赵尔峰的改革工作受到了一致的好评,但也引发了英国等列强的关注。 赵尔峰并不满足于在西康地区的改革,他也渴望改变西藏的现状。 然而,他在西藏目睹了令人震惊的农奴制度,这让他决心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。 他实施了农奴改革,试图解放西藏的农奴,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,但这项改革并没有取得成功,因为律法太过繁琐,难以在西藏生效。 1911年,四川总督,赵尔峰的兄长赵尔逊被晚清朝廷调到东三省担任东三省总督,赵尔峰则被晚清朝廷任命为四川总督。 赵尔峰被任命为四川总督后不久,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,四川百姓反对晚清朝廷借铁路国有的名义将铁路权利卖给列强。 赵尔峰深知四川百姓发起保路运动完全没有错,于是,他便一面开导四川百姓。 一面殿肯内阁仇伤转环之策,后来又参合圣宣淮,建议晚清朝廷铁路国有的官员,请求晚清朝廷查处圣宣淮。 但是晚清朝廷不仅对赵尔峰的主张置之不理,而且还下旨,以强硬的旨意逼迫赵尔峰镇压发起保路运动的保路同志会和百姓。 赵尔峰同情四川百姓,不愿下令镇压。 但是他身为清朝的官员,又不能违背晚清朝廷的旨意,于是只得无奈地下令, 要求川军做好镇压发起保路运动的保路同志会和百姓的准备。 赵尔峰将蒲电郡、罗伦等九位保路运动的领导者捉拿。 蒲电郡、罗伦等九人被捉拿后,保路同志会组织百姓到都属请愿,遭到了卫兵的镇压,造成了部分请愿百姓的伤亡。 都属卫兵镇压四川景愿百姓事件发生后,四川各地的同志军纷纷起义,蒲电郡、罗伦等九人得救。 一个月之内,四川大半州县皆被保路同志军攻占,清军处处失利,一败涂地。 晚清朝廷下旨,命令赵尔峰率川军镇压保路同志会。 赵尔峰和川军将士不愿意接受这个命令,他们不愿看到保路同志会和四川百姓更多的伤亡。 晚清朝廷无奈,于是,只得派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同志会,导致武昌兵力空虚。 湖北的革命军则趁这个机会制定武昌起义的计划。 赵尔峰因不接受率川军镇压保路同志会的命令,而被晚清朝廷免去了四川总督的官职。 但晚清朝廷保留了赵尔峰的川颠编务大臣之职。 1911年10月10日,武昌起义爆发。 武昌起义爆发后,各省的革命军先后响应湖北革命军。 11月22日和25日,四川革命军在成都两次召开四川官僧代表大会,宣布四川脱离晚清朝廷的统治独立。 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,蒲甸郡被推举为四川军政府都督,朱庆兰被推举为副都督。 四川军政府成立后,赵尔峰为了避免川军将士与四川革命军将士的伤亡,因此并没有出兵进攻四川军政府。 而且还让川军归顺了四川军政府。 1911年12月6日,川军突然划变,蒲甸郡和朱庆兰逃跑。 四川军政府的军政部长尹昌恒率领四川革命军平定了叛乱。 尹昌恒平定川军叛乱后,被推举为四川军政府都督。 至此,尹昌恒完全掌控了川军。 川军划变时,在一些四川官身和商人的请求下,赵尔峰以四川总督的名义张铁布告,以安定川军之心。 尹昌恒之所以能够迅速平定川军叛乱,主要是因为赵尔峰以威望安定了川军之心。 由于赵尔峰的威望过高,尹昌恒认为如果不除掉赵尔峰,那么对自己来说是很大威胁,于是便有了除掉赵尔峰的想法。 1911年12月22日凌晨,尹昌恒以赵尔峰可能是川军划变的幕后指使者为由,指挥四川革命军擒获了赵尔峰,并在成都皇城拜召开公审大会。 对赵尔峰进行了公审,尹昌恒诬陷赵尔峰指使川军划变,下令让部下将赵尔峰当场斩首示众。 赵尔峰深感冤屈,在被斩首前骂不绝口。 赵尔峰含冤被尹昌恒下令斩首示众,成为了晚清最悲惨的民族英雄。 赵尔峰收复川西,藏地共济近150万平方公里广阔土地的伟大功济,则随着赵尔峰的含冤死,逐渐被历史遗忘了。 晚清明晨结局,曾国藩死于1872年,同志11年,3月20日,当时的曾还是两江总督。 那天午后,他正和大儿子曾继泽在总督署花园散步。 突然感觉脚麻,大儿子忙把他搀扶回书房,曾国藩连话都不能说了,还一个劲的抽搐,没到一个小时就去世了。 其实,曾国藩就是中风而亡,中年61周岁,曾国藩死后,朝廷绰朝三天已是哀悼。 这荣耀不可谓不高。 同很多名人的墓一样,曾国藩的墓也经历了多次破坏,先是表面建筑被破坏,地上各种石头雕塑不是丢失,就是被人为砸碎,后又经历了两次炸墓。 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火热又疯狂的年代,曾国藩被视为满清皇帝的走狗,要绝坟露尸。 幸运的是,年轻的小将们用炸药都没能炸开曾国藩的墓,据说他的墓是三合泥与碎石,糯米一起搅拌,胶筑而成,异常坚固。 20年后,曾国藩的墓在遭炸药炸墓,但盗墓贼仍没能打开棺果,就这样,曾国藩的尸首没有遭到破坏,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力量在保护着他。 李鸿章死于1901年11月,终年78岁,这个时期,中国与八国联军谈判还没有完成,11月6日,李鸿章卡写病逝,同样,李鸿章的死也震动了清廷,甚至一度将北京城戒严。 以防发生内乱,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,自然也要安葬回合肥,但他没有选择自己出生地,也没有与自己的祖宗安葬在一起,据说李鸿章比较崇拜包拯。 于是,就将自己的百年吉地与包拯挨着,包拯木就在合肥的大星级,距离包拯木300米,即是李鸿章的木,1903年初,李鸿章安葬在此,包拯代表着一种忠君爱宁,铁面无私的形象,或许一直被骂汉奸的李鸿章希望沾沾包拯的光。 同样是疯狂的年代,李鸿章的木也同样遭遇了炸木的厄运,但没有被炸开。 人们通过挖地道的方式,将李鸿章的光果拽出,李鸿章与夫人的尸体保存非常好,里边的随葬物品都被拿走,包括陀螺金被,金条,宝剑,眼镜,拐杖,随葬物品抢就抢了。 人们还侮辱了李鸿章的尸体,只因他是卖国贼,人们将他的尸体挂到拖拉机上游街,很快,李鸿章的尸体就七零八落,堂堂一个与世界争长短的李中堂万万没想到,死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,竟然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。 左宗堂死于1885年,终年73周岁。 左宗堂是韩恨死于福州,临死时还在新幽国家,遗憾自己未能张国威,左宗堂也是湖南人,同样要归葬家乡,或许是左宗堂一直刚正不阿,得罪过不少人,为了怕以后有人绝坟,人们在出殡那天,选择三个光果同时发葬,以此迷惑世人。 但左宗堂真正的墓穴还是在长沙,一样是疯狂的年代,一群狂热分子用炮炸开了左宗堂的墓,左宗堂的墓被打开后发现,并没有什么值钱的随葬品,最特别的地方是,打开棺木后,一股香气直冲大脑,左宗堂的尸体遇到空气后迅速腐烂。 人们将其抛尸荒野,尸骨散乱,一个被称为民族英雄的左宗堂也不会料到,自己死后八十多年,还会遭此厄运,周围的村民对左宗堂非常敬仰,夜晚偷偷将左宗堂的尸首重新收敛,再次安葬。